大家看完上一條片 明白了什麼叫做營膠點榮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這次可以說什麼叫做DNA Fingerprinting 就是DNA的指紋分析 假設現在有一宗兇殺案發生了 上面有三個疑兇 我們在查案的時候可以找什麼證據呢 我們現在是想辨認兇手的身份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當那把刀是空氣 我們可以看看那把刀上高有沒有留下手指毛 拿手指毛去對回那三個疑兇 有沒有誰的手指毛跟刀病上高的一樣 為什麼手指毛這個特徵 是可以作為我們查案的理據呢 首先那個特徵一定要對於個人來說是穩定的 有什麼不穩定呢 譬如你穿什麼衣服啊 戴什麼眼罩啊 這樣就不穩定了 因為同一個人他可以換衣服的嘛 他可以化妝可以調妝 可以做很多東西的嘛 可以改變他的特徵 這些可以那麼容易改變的特徵呢 我們就說他不是穩定的特徵 不可靠的 那有什麼特徵是穩定的呢 譬如我們看看刀上高 有一個手印在這裡 我們從手印上高知道 空圖應該是有五隻手指的 那這個就穩定啦 不會無緣無故多一隻 少一隻嘛 但是他呢 不夠獨特啊 你知道空圖有五隻手指有鬼用什麼 每個都有五隻手指的啦 而手指毛呢 就滿足了兩個條件啦 首先他是穩定的 他不會說今天和明天的手指毛不同 不會的嘛 而他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獨特的 你比較難找到兩個人的手指模 一模一樣的 那剛剛說的東西好像很淺白很廢 其實就要引入多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人的手指模是怎樣呢 他對於他的生存和繁殖的能力 是沒有什麼重大影響的 如果不是一個人的手指模 是很影響他的生存和繁殖的機會的話 那大家的手指模就不會那麼獨特的了 那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看基因的例子 我們現在的科技是可以測試了一些樣本裡面的基因序列 那究竟測試一個人的基因序列 是可不可以作為一個身份變色的特徵呢 那首先呢 一個人的基因 他是很穩定的 而呢 同一個人 譬如同一個生物 那他身上的絕大多數細胞 總之是經過米韜的攝影響 有些細胞分裂 產生的那些 他都會有相同的DNA 所以他很穩定的 不過呢 基因對於不同個體來說 其實並不讀的 因為呢 一個基因的序列 他是會經過transcription和translation 即是轉落和轉易 而產生一個蛋白質的嘛 那那個蛋白質呢 是對於 即是他有特定的功能 對於那個生物的生存 是有關鍵的影響的 那就意味著呢 當一個生物 他發生了 在那個基因 他發生了一些突變 一些mutation的時候 是很容易 對他造成一些不利的影響 然後呢 就會令到他生存的機會降低 譬如啦 很多昆蟲都是綠色的 因為是保護色的嘛 那他躲在葉子那裡 沒那麼容易被其他生物發現 那如果他有一個突變 突變到他 可能有些巴亨點 或者他變了第一隻 那他就很容易被人看到 那可能令到他被他的獵物發現 他捕食不到 又可能令到他的捕食者發現了他 那他就被人吃了 所以呢 這個情況呢 那些昆蟲都是綠色的 就不獨特的 因為他一有機會突變 變了第一隻 那他突變會被淘汰的 那好像人類的很多基因 如果他有些序列不同了的話 就算是一個字母 一個簡機不同了 那可能已經是一個嚴重的病 譬如好像 舉個例子 例如Sexic Fibrosis 即是狼腫性纖維化 那我們看看他的畫面 那其實一個基因 已經影響了很多不同的器官 這個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機會 是被大大地降低了 那另外一個Sticky Cell Anemia 就是連鑫瘡紅血球 貧血症都一樣 那就是一個簡機不同了 那又是會對一個人的生存 構成嚴重的影響 那正正是因為 基因的序列是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透過驗基因的序列 其實是做不到身分辨識的 譬如你身邊可能現在有10個人 那你屬於10個人 我們抽他的二倒數 的基因出來驗 你會發覺10個人都一樣的 因為他如果不一樣 他就會有糖尿病 那他可能會被淘汰了 所以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就不要有不獨特 就驗證不到身份 由於大多數人的基因 都是相同的 我們分析一個 即是我們比較不同 樣本的基因 就是很難去分別到 一個人的身份 那所以呢 DNA指紋分析 即DNA Fingerprinting 是分析DNA的序列 但是不是分析基因序列 我們正在分析一些 是DNA 但是不是基因的東西 那一件事 它怎樣可以是DNA 但是又不是基因呢 那大家可以看看 這條Path paper 他有一條問題 就是問 我們在哪些細胞 哪些細胞 可以找到Aminis 的基因呢 即是電粉梅的基因呢 有三個答案 正確的答案 就是Dog 因為其實每一個細胞 只要它有一個正常的細胞核 它都有全套的DNA 即全套的基因 當然包括電粉梅基因 所以任何一個 一二三三個細胞 它都會有電粉梅的基因 不論它有沒有生產電粉梅 那為什麼一個 就是三雀細胞 它都有同一個基因 但是它又不是 大家都是做同一種 protein 出來呢 那就是因為 基因其實是有開關的 那現在大家看到 畫面框住了橙色的那些 就是一個基因的開關 那叫做Regulatory Sequence 那就是用了一些 特別的方法 去開著那個基因 才會產生Transcription 才會有轉入 產生RNA 而產生出來的那條RNA 很多時候也不是直接 走到Translation 轉液的 它總會有些處理 但是那些處理就是 DSE是不用考的 那最後呢 完成了Translation 即轉液 它就變成一個 protein 一個蛋白質 而我們整個GENOME 即整個基因組 就包含了所有的 Promosum 所有的染色體 那麼那個染色體 那條DNA上高 就會有些基因 也就是GENES 包括了我剛才說的 那種构造 而在那條DNA上高 那些基因並不是一個 只不過這樣連續的 那相反呢 對人類來說 兩個基因中間 其實是很多空位的 一條DNA上高 真是基因 其實就應該是不夠 10%的 即是說 一條DNA上高 有九成的位置 其實都不是基因 都不會產生到蛋白質出來 那它們呢 就是對於我們的生存 是不會有什麼關鍵的影響 那由於是這樣 所以在這些地方 發生的Mutation 突變 是沒有什麼受到 自然選擇 的干預 即是說 因為它那段DNA 突變了的話 是沒有什麼後果的 所以突變了的後代 就不會因為自然選擇 而被淘汰 那些突變就可以累積了 那一個生物 它後代經過很多代之後 那些突變又會累積了 就會令到每一個個體 都有機會有不同的DNA序列 那就會有一個獨特的DNA 那這些DNA上高 不是基因的地方 既是穩定 Stable 即是我今天的序列是這樣 我明天後日 到我死之前那刻 我很大機會都沒有一變 而呢 又是對每個人來說 是獨特的 即是我的序列 和你的序列 很大機會都是不同的 那就滿足了兩個條件 所以就可以做一個指紋的效果 即是可以辨識到一個身份 一個生物的過底身份 那這些DNA上高 不是基因的部分 那我們就叫做 基因間區段 entergenic region 那我們要辨識它們 我們可以用 Restration Ansatz 即限制枚 去把它切開做不同的切片 又或者呢 用PCR把它複製出來 然後都會得到一些不同長度的段落 那什麼PCR 就遲些令我整條片說 那我們就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即如果現在有單控殺案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 在DNA那裏拿到一些證據呢 那我們就需要用到上一條片 講過的Geral Eletrophoresis 即是這個營膠電容壓 我們就拿到不同的DNA的樣本 然後就好像剛才那樣 用限制枚 或者用PCR 拿到一些不同長度的段落 那譬如我們現在有六個樣本 首先就是受害人的DNA樣本 然後刀上的血跡 按法延長找到的DNA樣本 然後另外就是三個疑犯的DNA樣本 然後就做一個營膠田運 然後它就會出了這樣的模式 就是這樣的模式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 我把不同的Band 刀上了一些顏色 那當然你考試的時候 那個題目當然不會太順利 那現在我刀上了紅色的那些 就是代表了 理治療受害人的一些片段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受害人的樣本有三條 那三條線就代表了 就是它長度的DNA 而血跡呢 找到的那些線是一樣的 那就是那些血跡是受害人的 而在按法現場的DNA樣本 有三條線就是跟受害人對應的 那就是代表受害人 又在按法現場出現過 而疑犯二和疑犯三 他們對應的DNA片段 亦都在按法現場找到 那就可以代表 他們應該是去過按法現場 但是他們去過按法現場 按法現場找到他們的DNA 和他們是不是兇手呢 就沒有直接關係 現在兩個都有 那究竟是 是否疑犯二之前去過空案現場 疑犯三之後去就殺了人 那還是反過來呢 那他們兩個還是一起合作 殺了疑犯呢 還是他們兩個都是路過 根本的空案不關他的事呢 那這些問題 就透過DNA的指紋 是回答不了的 而我們可以確定 其實疑犯一 因為在按法現場找不到 他對應的DNA片段 所以他就應該是沒有去過按法現場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 主要講DNA指紋的原理 原理的部分講得比較多 而實際上 這些題目 真的答了很容易 那就是對下哪條界 打哪條界 分回他們 就是對位 那一般就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DSE的題目 通常都會問下一種親子 DNA指紋的應用 就是親子鑑證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講吧 有請請願